还是那句话 我为什么每次都推荐这样的电影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体制当中 我们这些人 我们中国人都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 我们家庭的影子 我们祖辈的影子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体制 它就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毒瘤 它所产生的这个效应 以及凡是被共产主义 被社会主义这个体制统治过的国家 人们的这个后遗症都是一样的 我曾经接触过的东德人 罗马尼亚人 前苏联人 还有这个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人 这些都是被社会主义统治过的 凡是经历过那个体制的人 他们的思维讲实话 我都能够找到我父辈祖辈的那个影子 不分是中国人外国人 所以这就是体制之恶 刚才我有看到战友们的留言 真的好欢乐 大家就说 这叫运动员大逃亡 然后欧洲农场接受大逃亡 这叫运动员大逃亡 这叫运动员大逃亡 제를带过来 这叫运动员大逃亡